玩完整点钟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的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到是立院的龙头之争 到底谁会胜出呢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现在蓝绿白都推出了各自属意的人选 独独只有民众党还没有决定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国民党的部分 推出的是韩江沛 就是由韩国瑜来担任行政院党 搭配的是江启臣立法院长 再来我们要来看民进党当中 是游锡坤搭配蔡奇昌 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但是当中非常关键的 还是民众党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决定 民众党说他们不会跟个别的候选人 私下协商或是利益交换 但是针对这样的说法 其实国民党也向民众党来喊话说 如果今天民进党愿意一起合作的话 愿意把副院长的位置 留给民众党的人选 韩国瑜宣布角逐立法院长搭档是 照片中的蒋启臣 脸书写下感谢他 同意搭档韩江沛 未来要矫正回归立院 过去律委过犯的局面 不过也留下诞书 只要白银愿意合作 蒋启臣也愿意将副院长 优先让给民众党推出的人选 促成在野大团结 我们一直都是保留一个开放的空间 因为蓝白合不合不是只有蓝的问题 这个我们要相互尊重 这部分我们也要看民众党这边 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决定 而新国会新气象 最年轻的立委也换人当 30岁的黄杰 取代上一届27岁的赖品瑜 问证的表现是不会看年纪的 所以接下来我也会希望 可以用专业的表现来争取 大家的认同 不过这次40岁以下年轻立委 12人里民进党才占3人 人数最多的反倒是蓝营 从最小的牛许婷33岁 到台中F333到35岁 还有许巧新张志伦等人 一共有9席 因为年轻立委的数量越多 代表现在年轻世代关心的议题 就能得到更大的关注 和发声的力量 的确盘点下届立院的三大党团 国民党最年轻平均年龄52.07岁 民进党52.47岁 反倒是自诩年轻政党的民众党 最高年龄57.87岁 最年长的陈糟姿67岁 最年轻的麦玉珍则是50岁 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吧 因为这个是柯子迪 觉得每一个人的领域是同的 立院冷知识 让外界对新国会熟悉了点 TVB的新闻李明辉李宗泽台北采访报导 不过对赖政府来说 安内阳外还是非常重要 刚看到的恐怕是在立法院里头的人事布局 但是在阳外的部分 对赖政府来说也是不能回避的 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而现在金融时报就曝光说了 美国的重量级议员也要接连访台时间点 就在下个星期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 已经点名说要见的是下一任的总统赖清德 不过对于侯友宜还有柯文哲 跟他一起搅筑总统大位的这些候选人 是确定不会碰面的 但是海峡两岸当中的局势 还是让大家在大选之后捏了一把冷汗 尤其现在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 大选过后中国大陆的攻击又来侵扰台湾 当中有11架次逾越了海峡中舰 还有延伸线也遭到了我方空区 空军的距离 17号晚上7点50分起 国防部陆续征获 中共苏凯30运巴等各型主府战机 总计18架次出海活动 其中11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 进入我中部北部及西南空域 配合共建执行联合战备警巡 国防部要强调台海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有关全球发展与稳定 是区域各方必须共同承担的义务跟责任 国军会持续依敌情威胁与自我防卫需求 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适应区域威胁 国军运用联合情间针手段 严密警戒并检派任务基建与 暗制飞弹系统适切应处 国防部也呼吁对岸台海安全各方有责 另外17号晚上10点27分 大陆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七号摇巴运载火箭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它比触发台湾国家级警报的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更巨大 重量约597顿抽载更重 根据长征七号摇巴运载火箭飞行数据 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坚实计算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 以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太阳翻版展开 飞船工况均正常 现在我宣布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国防部针对长征七号有监测 结果显示 未经过我防空识别区 根据大陆网友在微博曝光的 火箭发射轨迹 是飞跃了菲律宾南方 未接近台湾及临近岛屿 TVB新闻 肖明镇 陈向如 综合报道 而看完两岸关系 要来持续看到是中非关系 现在双方针对两大议题 也就杠上了 一个议题是我们说的南海问题 再来就是台湾问题 我们先来看到南海的问题 其实现在路透社就说了 中非两国在南海上 可以说是冲突不断 甚至两个国家各自主张 及拥有这片海域的主权 甚至在海面上也出现了 非常多相互挑衅的情况 甚至有时候真的是出现了 非常近距离的冲突 而以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双方 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以中方的态度来说 在中非南海撮杀会议的第八次会议上 已经点名说了 南海争端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 希望可以稍稍的帮这个南海的问题来降温 要加强的是海上沟通 友好对话来管控分歧 但是菲律宾买单吗 似乎对中国大陆释出的这些 不论是山也好或是降温的态度也好 似乎并没有太过的买单 他们点名说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在海面上 甚至在全球的计划上是更具侵略性 也计划要加强美国跟他盟友的军事活动 像是相关的美国 澳洲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就是被认为说 未来可能菲律宾要一起来协同合作 加强合作的一个对象跟盟友之一 还有这些人选还有国家的名单 但是我们也说两岸问题 台湾问题也是中非护杠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是我们的下任总统赖清德当选之后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 马上恭喜了我们的下任总统赖清德 甚至也用台湾总统这样的字眼 但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的说法 让中方是非常不开心 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了 你回去多点读点书吧 暗呛的是应该说明呛了 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 但是现在又有最新的发展 就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直接点明说中国这样的说法是下流 而且低级的 等于说现在针对双方 还有整个台湾两岸的问题上 现在又吵起来 甚至我们的外交部也做出了回应 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先是在南海问题上交恶 近期又因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 被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呛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要他多读书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怒指毛宁的言论粗俗卑劣 侮辱总统和菲律宾民族 双方言辞冲突的激烈程度历来罕见 台湾问题意外让中非衍生另一场外交风暴 我方外交部绑强菲律宾开算大陆 我想文明社会还是有一定的标准 越过的标准就是无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对外倡导 全球文明倡议 可见他的发言人都不知道该倡议的内涵 台湾大选结果让中美关系也趋于紧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表示 大陆一再对台湾施压 但台湾大选结果却适得其反 布林肯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也坚持维持现状与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在中美建交45周年 即新春招待会上指出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 最重要最敏感的一块 台海局势不稳 中美关系难安 北京一直想要消灭中华民国 把台湾纳维基友这个目标是没有改变过 他只在选一个适当的这个时机点 来做来完成他的最终极目标 台湾大选看似落幕 但中美非底缘政治角力持续延烧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位抗中铁娘子 到底是抗中银派还是政治上的变色龙呢 我们先来看到其实特拉斯 他本身是英国的前总理 前首相 抱歉前首相 当时他的抗中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而且他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就收到了350万登台演讲的费用来到台湾 而且在他出发之前3月份的时候 他还跟现任的首相说 你一定要把中国列为主要的威胁对象 所以说他的抗中 而且保台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 但没有想到现在最新的媒体曝光说 其实他5月才来台湾 但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竟然秘密的游说 必须要均售中国大陆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他说的是选民服务 他说在帮自己的这个辖区的民众来做服务 但是他说服的英国政府是希望他们可以卖这些扫雷设备到了北京去 甚至扫雷设备对台湾来说是比较敏感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台湾才买了相关的布雷设备等等 这样子的举动也很明显直觉联想到是在影响台湾 所以说到底是抗中鹰派还是政治变色龙 这件事情也在台湾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话里话外挺台立场鲜明 去年5月前英国首相特拉斯来访会晤蔡总统更发表演说 之后被爆出他赴台收了350万台币的演讲费 但如今外媒Politico揭露他去年8月 也曾写信给商业和贸易大臣巴登诺克 游说英国政府允许自己选区的军火商军售中国 据了解英国政府对于相关国防厂商的出口申请尚未做出决定 外交部对于假设性的问题也没有回应 这家军火商此前被英国政府禁止出售扫雷设备给对岸 专家忧心若中共犯台这些装备恐怕将派上用场 但特拉斯的游说信件说如果不卖恐怕让英国企业损失数百万元 接着认为若不授予许可只会让中国转向技术仿造 私行制造这些产品 特拉斯的发言人回应特拉斯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作为 代表诺福克议员的职责 等于说花了人民的纳税钱 结果还打了自己的脸 尤其原警后面是谁 后面就是国安单位 所以这也会让人质疑到底国安单位有没有掌握 国际这些重要人士他们的背景发言立场等等 一件事归一件事 台湾方面并没有看到今天特拉斯国会员 有对任何做出台湾伤害台湾的言行 我想在国际上又透过演讲公司 安排政要出国演讲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外交部也没有另一步进一步的评论 而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可恩施则批评特拉斯 受中共脅迫及其游说军售中国企业 违背了英国和盟友台湾的利益 虽说是选服但特拉斯台面上和台面下的行为 无疑被打上问号 TVBN新闻洪福华 刘婷婷台报道 当然其实在这种冲突的状况之下 很多国家也都不希望最终走到发生战争的这一步 但是在以哈冲突之后 在中东地区的确看到了多点开花的战火 虽然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零星一点点 但是恐怕情势有持续在向上升温的迹象 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伊朗跟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 在1月16号的时候 伊朗就攻击了这个正义军 也造成了两死三伤 在国际上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但是现在巴基斯坦回击了 就隔了一天在1月17号的时候 他的战绩是越近攻击伊朗的南部村庄 在这一次的攻击当中 至少也造成了7人死亡 所以说其实双方冲突的白热化已经越来越明显 尤其双方虽然各自称对方是兄弟之邦 看起来麻吉麻吉的 但是如果翻开这两国的历史来看 从过去到现在基本上信任度都是不高的互有猜忌 所以未来的情势会怎么样演变 也都必须要持续双方进行节制 再来我们来看到是黎巴嫩跟以色列了 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本身现在持续在加萨 有非常多的军事行动 但是黎巴嫩跟以色列来说双方的战火 其实这几个月也是不断的在向上增加 尤其现在以色列的军队就说了 跟黎巴嫩境内的战争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甚至在过去三个月当中 虽然没有明显的全面开战的迹象 但是光是这些零星冲突 就已经让黎巴嫩造成了190人死亡 还有以色列也有15人死亡 再来另外一个中东大家特别担心的 就是叶门现在持续对红海上的船只 是进行了攻击 很多的商船现在基本上都非常担心 也非常紧张 而美国也希望可以来管控 红海航道上的一些船只的安危 美国在一周内就四度的空袭了叶门的叛军 而青年运动也说 会持续的来袭击红海船只 主要他们还是在声援这个加萨地区的民众 而美国现在把这个团体列为恐怖组织的名单 很多的商界领众非常担心说 如果真的在红海上不论是这个航道上被封闭 或者是有更多可能引爆战毁的行为 这个恐怕对供应链的影响都会非常大 而且时间是非常长 我们说到这个红海的供应链 基本上它占了全球15%的航域 而且现在光是红海的局势紧张 已经让很多的商船准备要绕道而行 要绕到非洲的好望角去 至少呢这个航道上 还有这个运输的时间上 就要多花10到14天的时间 大家可以想象到要付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尤其现在呢 当地的保险费也明显增加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已经让欧洲不少港口都出现了塞港迹象 所以未来对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恐怕也因为中东的局势而变得更加严峻 就在美国军舰卡尼号 以寻翼飞弹轰炸了胡塞的雷达战 伊朗抗美阵线随即再出售 挺哈马斯的胡塞组织持续在红海发动攻击 甚至击中美国货船 当国际情势动荡冲击 须多产业就站在海啸第一排 在两大势力大受肌肉下 地缘政治面临前所未见的紧张 电动车龙头品牌特斯拉在1月11号发表声明 因航运走廊鸿海发生攻击事件 暂时停止德国工厂大部分生产 而继特斯拉之后 大陆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VOVO也表示 由于鸿海局势造成零件交货延误 位于比利时更特的工厂将停产三天 没过几天 日本第四大汽车制造商林木宣布 鸿海航道遭到攻击 导致日本自引擎延迟到货 该公司位于匈牙利的工厂 也将停产到1月21 其实基本上在台湾第一季交车的影响 其实应该不会到太大 但是之后第二季 会不会影响到第二季真正的交车时间 我就可以再观察看看 船运的时间会拉长 第二个事就是船运的成本也会增加 这些价钱不管是你领主间运过去欧洲的价钱 跟欧洲的车子运来亚洲的这个时间跟成本 它到底会反映到最终的售价上面 我觉得这个都要再看第二季跟第三季的影响 频繁攻击行进鸿海的商船 迫使货柜船纷纷改道 绕行非洲南端 也让欧亚的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超过10天 多航行了6400多公里 随着运输时间显著拉长 也进一步造成了供应链缺口 一部车的这个零件总共大概有1万多个 那在豪华品牌可能有2万多个 所以就说那它的整个所有的这个供应链跟原物料 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国 它并不会说这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地区 两周可能还是基本的影响 我觉得甚至有可能会停到三周 航海的路线都会受到这波的一个影响 常说时间就是金钱 随着运输时间的拉长也同步带来100万美元的额外燃油成本 从去年11月开始互有交货时 运费就已经水涨船高 摊开波罗的海货运指数显示 截至1月9号标准货贵成本就暴增了93% 而新近苏伊士运河的航线 航运成本也比同期增加了114% 因为红海危机最主要就是说造成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这边的运价上扬 那同此同这个相同的时间 就巴拿马运河那边也出了问题 就是说水位太低 那导致一些比较大吨位的这个货轮不能从那边通过 在疫情期间的这种成本推升的这种通膨的力道 可能就是又再来一次 那这个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就是说可能一些主要的央行 他的这种货币政策的转弯就会暂缓 终端需求的这种疲弱的情形就会延续 那最后会造成整个全球的经济 都有可能在今年出现一些比较不确定的这种骚动 当以哈冲突已经扩大为以色列占领加萨走廊战争 如今又诱发鸿海回击 一环扣着一环地缘政治的升温 对全球影响也正在持续加剧 这些新闻中的荣耳熊月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北韩来看看金正恩的最新爱车 我们过去都知道金正恩本身是车迷 对车子非常有研究 但是其实北韩照理来说是不能接受这个进口的豪华名车 但是呢竟然出现了 原来是在北韩的中央电视台公布的影片当中 发现说金正恩有新车 就是宾市最贵的SUV商务车 GLS600 疑似就是这个型号 甚至在这个车子上面 他的右后门有国务委员长的专属标志 所以南韩媒体就拿这个画面来讨论说 照理来说北韩是被这个联合国制裁的 不能贩售这些豪华车辆到北韩去 所以说难道释出这个画面是在嘲笑全球的禁令 对北韩其实没有任何的效果吗 再让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北韩也积极向很多国家 希望可以建立更深的兄弟盟邦的关系 以现在来说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真的非常密切 尤其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就说了 俄罗斯正在在所有的领域跟北韩加强发展关系 当中点名的是包含敏感领域 敏感领域针对这件事情 是没有特殊的来做说明 但其实有点想很有可能 包括是跟武器啦 或是跟航空技术航天技术 来进行更深刻的合作 还有更密切的联系 再让我们来看到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也打算要跟伊朗有更深的关系 预计说两国很快就要签新的条元 已在商议的最后阶段 甚至呢其实包括伊朗 大家也很明确的知道 他跟美国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所以说这个俄罗斯这样做 是不是想要联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种策略呢 或许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观察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俄罗斯的选情 俄罗斯总统普钦当然要竞选连任 他已经拿到了200万张的 这一个联署支持 还亲自去开箱他新的竞选总部 边和乌克兰打仗 还不忘开箱自己的竞选总部 俄罗斯总统普钦在白板留下签名 总统当到至少2030年的目标 俄罗斯总统 近在眼前 过去26天普钦已经收到250万连数签名 但一片祥和的皇城之外 距离莫斯科1000公里的巴什克尔托斯坦 出现大批民众抗议 和警方推擠 还遭到催泪瓦斯驱离 他们都是来支持一名背叛四年 有期徒刑的异议人士 另外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区 还有工厂疑似遭到无人机攻击爆炸 反普金势力蠢蠢欲动 莫斯科继续拉盟友 将和伊朗签署国家条约 双方互相承认领土 此外也正在安排普金出访平让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达沃斯论坛说 不能让俄罗斯获胜 但这样的喊话恐怕对普金毫无威胁 地狱别新闻综合报导 在我们来看到英国王室 最近高阶王室的成员是频频挂了病号 当中我们要带你来看的就是这两位了 我们先来看到乔尔斯三是国王 他是因为社护线肥大 在下个星期需要接受手术 不过王室的新闻稿也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因为不是癌症 只是一般的手术 但是他的媳妇凯特王妃 其实情况似乎就比较严重了 是在1月16号的时候接受腹部手术 预计住院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 可能会到两个星期要到复活节之后呢 才会恢复来旅行公职 但是呢其实他的病情反而受到了 英国媒体非常大的关注 因为要休养的时间真的比较长一点点 而且呢在这个生命纲稿当中 是没有说为什么生病 为什么要开动手术 只说这一次的手术是动得非常成功 其实在台湾时间昨天的时候 英国王室先公布了凯特王妃的消息 再来就是查尔斯国王的消息 BBC就开始进行这件事情的评论 他们的王室专家就说了 这个王室成员健康通常都是一个秘密 那这几年其实来说是比较公开透明的 但是只有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公布 你在同一天就发布了这两个人手术注意的消息 其实还蛮让人注目的 似乎也象征着英国王室的转变之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太过担心 但是他很好奇说 如果这个英国王室的两位代表人物都去住院 都要照顾自己的健康的话 王室谁来顾呢 大家就把这个苗头指向他了73岁的安妮公主江耀 暂时的长大权 王室专记专家就说了 他是王室当中最安定的力量 因为他个性蛮开朗的也非常活泼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也让人觉得松了一口气 英国王室两位重要成员 竟然在星期三先后宣布送医动手术 首先是凯特王妃 虽然没说到底是什么手术 但根据王室声明 凯特到了伦敦医院里做了腹部手术 虽然手术很成功 但他必须住院10到14天 预计三月底复活节前 不会出席任何活动 凯特生病了 威廉也得做出调整 结果凯特动手术的消息发布后 不到两小时 白金汉宫又说 国王查尔斯因为社护腺肥大 下星期也要动手术 查尔斯会住院多久 王室没有多说 但提前公开消息 就是希望全球男性注意社护腺健康 就算王室声明强调病情并不严重 但新的一年刚开始 查尔斯和凯特挂病号 英国上下恐怕都很担心 TVH新闻众后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 美国男星阿诺什瓦辛格 竟然被海关人员扣留 还被罚钱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键是一支名表 他在1月17号的时候 在德国的慕尼黑器厂 被海关人员扣了将近三个小时 原因就是他身上有一支 非常昂贵的名表 艾比名表 总共他的价值是2.6万欧元 换算成台币的话是89.3万 代表没事 但是关键是他没有申报 因此也被认为说 这样的情况是违法的 所以说海关的主要办公室 发言人就说了 他们启动了这个刑事税务程序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要罚他钱就对了 这支手表应该要事前申报的 因为他从海外输出 所以说也开出了3.5万欧元的巨额罚款 大概是新台币120万元 甚至为什么会扣留这么久 原本据说阿诺是想要刷卡的 但是因为是罚款 所以没有办法全部用刷的 还害得他必须要去提前 这是当中的传言 但这样的情况也让阿诺本人非常不满 因为他这个手表 原本是要捐给阿诺史瓦辛格 史瓦辛格气候倡议组织 也是他自己设立的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害他被罚了巨额的罚款 所以说他也说了 这就是德国面临到的问题 你看到树木却看不见森林 再来我们来看到 刚刚看到的是英国国王 关于社户线肥大的问题 或许男性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像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住院两个星期终于出院了 但是他住院的原因 竟然是社户线癌 就是这通电话引起 美国人的怀疑 打9万万叫救护车不稀奇 只是接下来的要求 要救护车别开灯也不要想警报 希望一切低调 原来这通电话是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家 奥斯汀在去年12月初被检查出社户线癌 元旦这天送医 隔天住进加护病房 只是他一切低调形式 连美国总统拜登都是事后才知情 引起美国媒体议论的还有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前往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 布林肯的波音专机 却因为氧气供应问题 无法起飞回美国 还好美国空军快速调度其他飞机接人 布林肯的行程只延误几个小时而已 TV收看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政局 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共和党的总统初选 我们看到的是川普前总统 是拿下了爱荷华州的首胜 也让他的竞争对手非常紧张 相对于川普一再的打出了抗中牌 他的对手也频频跟进 像是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就说了 美国应该把中国当成敌人来一样对付 而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也说了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偷渡客 可能也会造成美国的国安危机 这群怀抱美国梦的中国偷渡客 成功跨越美墨边境后 如何融入美国社会是一大挑战 DNN记者深入中国偷渡客的七身之所 大家在这里暂时落脚互相扶持 并寻找工作机会 你希望有更多的地方 是的 可能有更多的地方 你认为有更多的地方 你认为有更多的地方 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如火如荼 前总统川普轻松领先后 又口出狂言 说因为他赢了爱荷华州初选 才导致路股重挫 外媒日经亚洲 引述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分析 若川普重新入主白宫 变成美台川赖联手 将成为北京当局最大噩梦 眼看川普打抗中牌奏效 其他两位候选人 也跟进辛辣发言 美国前联合国大使海力语出惊人 认为美国应该开始将中国视为敌人 并结束双边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总统大选都还没正式开打 抗中牌又成了今年选战主轴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的流行主轴呢 在中国大陆似乎就是科目山这个舞蹈了 之前看到在海底捞 有电源在跳 现在还要跳上春晚 不过说到海底捞 他们的贴心服务客人的程度 哇 又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 因为在等候时间 竟然还可以开放给你打毛线 海底捞推出等待时间打毛线 包括制作漂亮的抱枕或地垫 价钱从170到430元台币不等 主要是为了让顾客在等待时不无聊 我是真没想到 现在海底捞除了洗头做指标 还可以打毛线 因为杭州有吗 等待时间打毛线 目前海底捞只有浙江杭州店有 推出后 常鲜者还不少 特别是年轻顾客 其实海底捞出了打毛线 日前推出在店内跳科目三的特色服务 已经火遍全大陆 尽量恩怨不守守秀明月 今夜我发现 成道歉 隐隐连结长假 各省为了招客 许多文旅局长纷纷下海跳起了科目三 连春晚竟然也要秀着舞蹈 引发不少大陆网友的批评 最最最最最最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据多家媒体报道 科目三现身多地的春晚彩排现场 有网友表示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还有网友调侃 玄智的心终于死了 主要是科目三从大陆红到了国外 那魔性的音乐让人记忆深刻 有大陆网友认为登上国际舞台 有人却认为土到掉渣的东西 难登大雅之堂啊 TVB新闻肖明正陈向如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的汽车出口呢 在2023年首次突破了500万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超越了日本 变成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 而当中非常重要的推力 还有助力就是电动车 他现在啊先把他这个舱门给打开了 然后呢他整个飞机会进入一个起飞的状态 车顶先开无人机起飞 这是大陆电动车龙头比亚迪在深圳总部 举办《梦想日》活动上秀出的新科技 号称是全球首发车载无人机 不仅如此还有这个 狭载的侧边停车空间 比亚迪新车靠着所谓异四方技术 由四个独立电动马达控制四个轮胎 精准完成自动停车 在智能驾驶领域比亚迪有超过4000名工程师 我们取得的成绩呢也非常的亮眼 比如说我们L2级的智能驾驶的搭载量 已经突破了260万台 那未来呢比亚迪会不断的降低 自驾的体验门槛 将以更领先的技术 更具竞争力的成本加速自驾的普及 比亚迪展现的野心不仅是普通的电动车生产 而是要朝向整车智慧发展 让电动车变成新科技载体 电动化是新路云汽车技术的基础 500万辆 每三辆出口车中 就有一辆是电动车 中国大陆电动车在欧洲市场逐步占有一席之地 像是小鹏汽车这台新款车 2023年最后一季在瑞典就交车超过300台 海外市场需求旺盛 为了加速出口 在上海海通国际汽车出口码头 一艘全球现役装载量最大的 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动力滚装船 正式投入运力 这艘滚装船设置了7600个车位 首航任务将前往欧洲 运输5000辆大陆国产车 其中有一半都是电动车 汽车出海为什么滚装轮是最佳的方案呢 我们注意到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挂钩的 可以挂住这个车轮 以此来实现远洋运输的安全 另外滚装轮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空间利用率是非常的高 比如说在这样一块区域 它就可以整整齐齐的停上四列行车 电动车出口攀升的同时 也拉动大陆锂电池外销增长 2023年包括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 在内的大陆新三样出口合计突破人民币一兆 增长近三成 在欧洲美国和日韩等地都有很多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传统的国际的高端品牌 现在都更加关注新轮汽车的开发 对我们的这个电池呢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随着大陆电动车在海外市场存在感越来越强 出口量更助推大陆 扳倒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相关产业链潜力到2024年持续受关注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要制造电动车当然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晶片了 而台积电呢在今天也举办了实体法说会 提到了他们未来的布局 第一个就是2奈米的生产 未来呢要考虑增加第三座的厂 另外在海外投资的部分 大家也很关心的是美国的厂该怎么办呢 美国第二个厂呢运计在2027年到2028年间开始生产 而且这一次的法说会也非常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是董事长刘德英的告别秀 回为近四年台积电举办实体法说会 而这也是董事长刘德英宣布退休后的最后一场告别秀 进场前神情轻松 但面对媒体发问不发抑郁 法说会上对于退休仪式才侃侃而谈 推休仪式不仅震撼半导体圈也引发被退休的揣测 外界揣测是否跟美国建厂不顺有关 而他也证实会推荐魏哲嘉担任下一任董事长 除了人事异动投资圈也很好奇台积电的营运情况 摊开去年第四季财报来看 合并营收大约6255.3亿元 激增14.4% 略优于预期EPS9.21元 惠中也提到对台厂的展望 台积电提到二奈米需求强劲 除了高雄正在建厂的两座二奈米厂之外 也会评估考虑扩大投资增加第三座二奈米厂 海外投资情形美国第二厂预计会在2027到2028年间开始生产 日本熊本厂则将在2月24号开幕 并在今年第四季进入量产 纵观整体2023年对半导体来说很有挑战 但魏哲嘉乐观看待2024年期望发展会更好 约新闻杨兄姨姐台北朝报道 马上大家就到了这个要领年终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年终行情如何 根据仁义利银行的调查 在今年有8成5的企业是愿意发年终奖金的 但是这个发放的月份数上似乎就有点稍稍下滑 只有平均1.32个月 跟去年相比的话 是下滑当中最多的是工商金融业 拿多少呢是1.93个月 第二名是资讯科技业1.52个月 第三名的就是很特别逆势赶上的服务业了 会发1.45个月 而且呢这个冲到了第三名 楼年景气有很多老板都看好 大约有6成5的企业在第一季就会加薪 倒数不到一个月就是农历过年了 您会领到多少的年终奖金呢 根据仁义利行最新调查 企业发放年终的意愿大约是8成5 而平均是发放1.32个月 而且相较去年都有下降趋势 能不能开心过年 很多人就看荷包进账多少 今年恐怕有点小失望 我们都一样 这是每个人的希望吧 多少人在过年前后 做好离职换工作的打算 像是29岁的Brian 在科技业担任工程师 平均年薪100万出头 先前曾经拿过7个月年终奖金 这一回也缩水了 公司的营运状况 就是今年比较没有像去年那么好 随时都要有一个做好准备 所以可能有能力去找下一份工作 今晚科技业的薪水跟年终 已经限杀不少人 但去年营收不尽理想 让他萌生转职念头 积极学日文韩文 还组团练唱 未来想到日本去 转往音乐表演相关工作 不过说到年终 也不是所有行业都苦哈哈 工商服务金融业 平均1.93个月排第一 资讯科技1.52个月拿下亚军 第三名的民生服务业 今年来到1.45个月 逆势成长 成长幅度是各行 行业当中最多的 还有比较低迷的情况之下 很多企业在发放年终奖金的时候 态度也转去保守 到时年假结束 紧接着开工 薪水是否变多 也是关注焦点 从事网针对各企业 进行龙年第一季市场调查 企业老板跟上班族 对景气的乐观度也回升 厂商求财的一个部分 属于这个内蓄热外回温的一个情况 整体来看外销接单的一个情况 已经没有像去年那么的悲观 在第一季 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的企业有加薪计划 预计加薪幅度平均达到百分之四点一 兔年结束 年终奖金几家欢乐几家愁 展望楼年 民众都希望能有好心情 TVBS新闻 李正宏 黄凯敬台北 双方报道 拿到年终奖金要换手机吗 因为三星现在最新发表了首款的AI手机 新功能有即时语音翻译 还可以支援是三国的语言 南韩三星电子第一款AI手机 在美国加州正式发表 Galaxy S24旗舰系列 共三款新机 强打一系列AI功能 首先聚焦即时语音翻译 不只口译 字幕同步显示 并且支援中 英 日 韩文等共13国语言 这即时语音翻译的功能 除了能在接听电话或视讯会议救火 还能用在面对面 语言不通的情境下 问路 搜寻等等 至于全新 圈选搜寻的功能 则是跟Google AI合作 可以直接对图片里的特定物品画圈 搜寻特定文字就画线 甚至乱图乱画或清点一下 就连相片也推出新的生成式编辑功能 那就是运用生成式AI 来修补没拍好的影像 例如歪斜 缺角 或是不满意拍摄主体的位置 动态影片也能透过生成式AI 产生流畅又细致的慢动作精彩镜头 S24手机发表会上 聚聚离不开生成式AI 用的就是谷歌上个月发表 AI模型Gemini三个版本中的其中一个 这些其他功能的翻译 他们正在用上手机的基础模型 Gemini nano模型 从Google 终端装置AI的好处是 不用仰赖云端伺服器来处理资料 当然Apple控制整个社会 Samsung必须跟Google 提供完整个产品的方式 而发表会现场则遭遇集满想实测 AI新功能的科技迷 三星以一系列令人眼镜一亮的创新 要跟竞争对手下站铁 因为做了12年的手机销售网宝座 刚被苹果抢走 根据市调机构IDC最新报告 2023年 苹果在全球卖出了手机 占整体市场的百分之二十 险上三星的百分之十九点四 再来是一票中国大陆品牌 小米OPPO和传音迷列前茅 三星AI手机来势汹汹 苹果能不能坐热这霸主王位 尤其上星期 苹果才把全球最有价值企业的头衔 让给积极投入生成式AI商机的微软 另外还有种种挑战有待解决 包括这星期几乎不下折扣的苹果iPhone 在大陆的官网罕见打折 最多便宜五百块人民币 不止iPhone 苹果旗下两款旗舰Apple Watch也卷入血氧侦测的专利风波 打从去年耶诞节前夕 历经了在美国禁售恢复贩售 这周三法院又驳回苹果动议 Apple Watch再度停售 最新传出 苹果可能会移除这项备受争议的功能 好让智慧手表继续贩售 尤其身为苹果重要市场的美国 经济持续强劲 最新公布 去年12月零售销售攀升0.6%超出预期 主要受到年底一波强劲的买气助攻 电商服饰汽车销售统统成长 TVS中央报道 今天聊国际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谈恋爱 先来谈的就是恋爱综艺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喔 最近蛮夯的 像是在我这个年代 大家看的都是恋爱巴士 哇那真的是元祖级的 但现在呢很多人喜欢看的是单身级地狱喔 不过为什么练奏这么红呢 因为看人家谈恋爱 似乎真的是 虽然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心酸啦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蛮开心 吃瓜吃得非常的开心喔 但是为什么这种练奏会爆红的五大原因 我们在今天要告诉大家 第一个当然虽然都是素人演出 但是这个颜值还真的都有挑过 还有满足了观众的偷窥 还有好奇的这种心态 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谈恋爱 还有相关的互动 甚至呢因为本身他们尽量是找这个素人来出演嘛 虽然大家还是觉得可能会有点剧本 但是呢在里头他们也展现了真实的性格跟情感的表达 还有有时候呢分析这些人在谈恋爱的主持人 他们的这个言语会让他觉得 似乎也蛮到位的喔反应是有趣的 如果自己可能是单线的话 看着别人谈恋爱 似乎也会有一些补偿心态 这是网络上分析这种练奏会爆红的五大原因 不过街头上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街头访问 那个打篮球那个让我很不爽 对因为他三心二意 对然后会让很多女生觉得 这男生很没有主见 看了是会觉得 为什么那么多女生会爱关系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被贬低吗 对啊 对啊 会觉得看着只有恋爱的感觉吗 对啊 我就觉得 演戏的感觉 我就觉得蛮丰富的 就是虽然之前可能真实性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这种有点带剧本的效果也很好 听的小朋友可能会这样子 但是可能比较成熟一点 也许在社会上做事了 就不会把他想的这么的美好吧 我看过那个节目一两次 那个就配对让人家感觉好像 就很有多的技巧 那小朋友可能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就会觉得这很好玩 应该用这种方式采纳 谈恋爱 一些招数啊 或者是说一些情节 你觉得可以带到真实的恋爱里面吗 如果你长得很帅很漂亮的话 可能可以 就还是要长得好看 不然摆出那个脸长得丑 不适用吧 就很像你去看戏剧的东西 他都是 就是 你要 就是看那个影片里面 他不是太正常的一般处理 良性关系 你觉得现在拖单的困难点 住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没有机会认识吧 对 没有机会认识异性吧 开始工作之后应该就只是同事 对 就生活圈就只有同事 同事可以变伴侣啊 那要看你的公司里面有没有异性 对 现在怎么出社会 职场都很局限啊 然后大家好像比较常用交友软件 不过那个要找到 适合的人也比较难了 可能太安逸了吧 怎么说太安逸 因为他们觉得都遇不到好对象 好在想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对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突破这个情况 脱离舒适圈 怎么说 呃就是可能不能一直在 跟固定的朋友聚会吧 就觉得可能可以去参加联营 或者是换个环境 可能要跨出舒适圈 去认识新朋友 才会有 呃 呃 可能更进一步交往可能 你会觉得 跨出舒适圈 认识新的人 对你来说很难吗 我 我觉得可能 需要一点勇气 但是也不是说 很难 只是我目前很 很满意我现在生活 对 像现在 那个什么 交友软体很普及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用 然后他就 诶这个聊这个聊这个聊 这个聊这个也要 就不会特别用心的 跟一个人去想起 他可能觉得 这个没机会 然后就放掉 然后大家可能都是很 可能都是很快的 就 往前往前往前 然后就 不会有太多的交集 脱单的话就是 不难 但是要找到自己真的很想 往下一步走的比较难 这样子 的确脱单不难 但是要找到继续往下的人选 真的似乎有一点难度 所以很多人都会找相亲社 或是类似的组织 或是叫软体来帮忙 但是怎么会有人是凭实力诞生 到底怎么样 要来调整呢 这是一名这个没人说的 他说45岁的工程师 他相亲超过了100次 每一次都失败 为什么呢 其实以这个没人的角度来说 他看得非常清楚 他说第一个他讲话 可能有一些比较结巴的情况 还有就是他自我的优越感偏强 在跟别人相左的时候 也采取一个比较高姿态的 这样子的交往方式 所以说没人王智慧就说了 其实很多人这个条件并不差 但他自我定位并不清楚 择偶的方式呢 太挑剔了 太挑的状况之下 当然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也导致自己迟迟的 没有找到另外一半 甚至呢 他也点名说 为什么这位人物 这号 这名男子呢 是找不到另外一半 因为太挑了 他要求是要90后的女生 而且呢 对对方的身高啊 背景也都非常有要求 但是比较小气一点点 所以恐怕在第一面的时候 就很难博得别人的喜欢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谈恋爱哦 本身也需要学习 而且呢 在青少年 甚至在求学期间 如果呢 可以建立正确的恋爱观的话 当然对未来的人生路 会非常有帮助 像是在中国大陆的天津大学 就开了恋爱课 幸福课 要教大家怎么样谈恋爱 而且呢 是从自己出发 像是学会了无条件接纳自己 还有幸福 其实就是心中闪耀的微光 听起来很玄 但是呢 就是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哦 这主讲的教师就说了 这不是教你如何脱单 而是 就是希望 你可以好好正视自己的一堂课 所以不会教你太多的恋爱技巧 而且呢 幸福课的讲师也说了 其实没有公式 但是会教你如何体验 还有 其实台湾的台科大 也有设立这个爱情心理学 他说每次课堂上 学生都会狂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怎么样追女朋友 怎么让对方喜欢我 如何让对方更爱我 这名咨询心理师的叶北辰 他就说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都是没用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恋爱都是 独一独五二的 所以说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 爱情存在着非常大的个体性 还有个别化 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SOP 所以你只能因人质疑来制定 你的追求策略或是相处策略 不过相爱容易相处难 尤其情侣有时候凑在一起 难免口角冲突还是会有的 像是呢 在新北市新庄名女子 她布满男友帮其他女生夹菜 两个人吵架了 最后竟然还动用了15名园警 来帮忙调解 先开车好不好 先把女生带回去 走那还有 ako好 distance 她現在只需要我幫她最好的 好不好 女子邊哭邊對男友大吼 情緒相當激動 怎麼安撫都沒用 就怕她會失控 趕緊加派警力支援 鬧事的白衣女子 站在路中間咆哮 被大批警力包圍 事發在新北市新莊 17號深夜11點多 居民聽到街上傳來爭吵聲 担心冲突越演越烈 赶快帮忙报案 一共15名远警到场 才将情侣党带回派出所 询问吵架原因 竟然是 女子就是因为不满 男友帮其他女生夹菜的这个举动 心生不满因此独自跑去喝酒 35岁的无心女子说什么 就是不肯回家 男友只好坐计程车来接她 两人在路边大吵一架 深夜妨害安宁扰民 双双被依涉为法送办 这回因为男友的行为 促进大发 夫妻离家还闹上警局 尽管男友认为 现在只需要我报答就好了 恐怕还是不够 TBS新闻成员黄敬芬新北市报道